郭文贵 李宗盛 金金 你终于来了 留声音通知你一下 Nancy Tracy and Rebecca 已经被我从快乐五仙女的名单里 出名了 不是呀 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 怎么就出名了 你知道他们三个有多过分吗 他们三个居然 谈恋爱了 我们这个年纪 谈恋爱不是很正常的吗 Oh my god 音音 你这个思想好危险啊 你要记住我们是谁 我们是仙女 仙女是不能恋爱的 一旦恋爱就坠入凡间 满身的酸臭味就不配和我一起玩 好的 音音 现在我们五个 就剩下我们俩了 你可千万不能犯错哦 这个人嘛 这个总是要犯错的是吧 你提醒我了 我现在必须要想一个毒事啊 就是我们两个要是谁先恋爱呢 就怎么死 让我想想 死不至于吧是不是 死不够惨啊 静静 你把眼睛闭起来 干什么啊 你把眼睛闭起来吗 登登登登 哇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而且我要送给你 音乐你对我实在太好了 你肯定有什么阴谋 我记得记得 今天不是过节吗 什么节 重阳节 哎呀 哎呦 你说 我现在有这个包 我要怎么搭配好呢 巧了 我给你配好了 那你还在等什么 来了来了 我的小竹竹 赶紧吧 穿起来 我的天哪 这衣服太适合你了 绝了绝了绝了 哇 精彩 我去照镜子 音音啊 啊 我有点不懂 啊 我有点不懂 那你没配上这个包呀 我告诉你 配上这个 都是要搭配的 哇哦 我更不懂了 你这就是巴黎的走秀款 我放开的 刘顺音 别和我 提巴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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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我 我就是没了 超好看 你开心吗 好开心哦 那我告诉你一个 让你更开心的事情吧 说 我谈恋爱了 金金 你失去我了 你别碰我 音音 告辞 不用阻碍你 你干嘛不帮我也拿走啊 我男朋友要来了 你男朋友来跟我 啊 我懂了 你怕我的美貌 抢走你的男朋友 所以把我打扮成这样 你好狠毒 金金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乱讲的好不好 我跟你认识十几年了 你有过美貌吗 我 对不起 我刚冲动了 你真的是一点都拎不清 我为什么要你穿成这个样子 当然是假扮我妈了 我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 我以前的男朋友 来一个晃一个来一个晃一个 我再下去就要跟你一样 变成老姑娘了 你养我 拿包办事 你现在包已经捧着了 你事情办我办你就说吧 我办我办 哎 你别生气啊 真的 你让我坐下来 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 我怎么突然要被 我给你耍精了我 我扮你妈 我怎么好看 这个怎么剪 这个 哎呦你快点呀 静静 就是这个状态 等会我男朋友一来 你就这样子只要保持住就可以了 好吧 我不行 我怎么年轻时尚 我做不到 你可以的 哎呦我真不行 你看看 你想一想 水包也没有用啊 怎么妈又用 来啦 阿姨好 里边请 哈哈 呃 呃 廣场舞跳多了 廣场舞跳多了 哈哈 来呀来呀 坐呀坐呀 好 我去倒茶啊 啊 音音 嗯 你妈终于肯见我了 不知道我们俩的事 她会不会同意啊 那当然了 你那么优秀 你优秀 美女优秀 你最优秀 你更优秀呀 你超优秀 我不是你这么说 你最优秀啦 好黑哟 哎 您就把这里当自己家了是吧 哎 没人说话散会好吗 哎 我太紧张了 我忘自我介绍了 我叫善冠潮 您叫我小善就可以了 叫什么不重要啊 我问你 你跟音音在一起之后 他有没有跟你提过 他最好的朋友金进 啊 金进是谁啊 最好的朋友 忘却了啊 妈 我们谈恋爱提金进干嘛 哦 有东西啊 哎呦 这个发际线没有很靠后啊 不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 哎 哇 肌肉含量也很高 嘎嘎嘎嘎 弹着你弹错 烈烈 哈哈哈 小夏你真的很好 刘欣音配不上你 你走吧 啊 音音 我妈说的对 你说奇不奇怪 有些人啊 就是配不上 草算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单身女人的能量好大呀 阿姨草算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凡事都要了解一下的嘛 啊 小善同志啊 嗯 在什么单位工作呢 阿姨 我是个创业青年 白手起家 哦哟 创业嘛 阿姨懂的呀 又苦 又没得钱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前能挖出头 现在成功了 有两家公司 已经快上市了 几家 两家 干嘛啦 上市了 我不答应 我不答应 刘生意好啊 你 凭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啊 你有钱了 他过太大了 你休想 我不答应 妈 别哭别哭别哭 冷静一下 你想想啊 我要是有钱了 会不会 买更多的包 送给我的好朋友呢 我很喜欢你耶 哇 创业青年 就是不一样耶 阿姨刚刚一考验你 你就经受住了 阿姨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听你这个口音 不像本地人哦 阿姨 我其实 阿姨无所谓的呀 阿姨嘛很Open的呀 最主要是她爸 就这么一个多样的女儿 嫁到外地去 哎哟 舍不得的 下山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了 再见 阿姨 您您说错了 我是本地人 我只不过从小啊 在巴黎长大 我本地还有房子呢 以后我跟音音在一起 我们肯定会很幸福的 巴黎 我的drip city 你录道很粗的啊 你以后跟她结婚 你嫁到巴黎去来 我一个人在国内 我什么时尚资讯我都不晓得 我孤独终老啊我 阿姨 您多虑了 我跟音音就算出国 也会带上您的呀 你带上我没有用的呀 你要带上金进呀 妈 别过分了 我们去带金进干嘛 她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的呀 金进她找不到男朋友呀 那你怎么知道金进找不到男朋友的呢 你很搞笑的 金进找不找得到男朋友 我不舍得了呀 金进到底是谁呀 金进呢 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孩 大家都叫她人间四月天 阿姨听您这么说我还挺想认识认识她 要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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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金进干什么 茵茵你现在一看就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阿姨一进屋就左一个金进又一个金进 这个金进肯定是个关键型的人物 把她搞定没准咱俩事就成了 你听我说啊 金进呢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阿姨 干嘛 只要您答应我跟茵茵的事 不管金进是谁我都带上她 我答应了 阿姨 那既然您答应了 我就冒昧一下 我们俩的事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步 马上去巴黎了是吧 不是 我知道 国内啊是有规矩的 要准备彩礼 我都准备好了 就在门口 我让她送进来 都给您的 不是 给金进 哎呦 你还等呢 那我叫她进来啊 去啊去啊去啊 小江 直接给阿姨 阿姨 谢谢啊 阿姨 阿姨 不好意思 冒犯了 不好意思 小三真是不错啊 找了个司机 又精壮 又机灵 哎呦阿姨 您说错了 这是我兄弟 不好意思啊 我认错了 没关系阿姨 阿姨蛮年轻的 那当然 江月 好 你看我马上就要成家了 你也别单着了啊 什么 我问一下 你单身啊 这边请 我刚刚还讲你作弊 刚刚还讲你作弊 你有这个情况 你不跟我讲的 阿姨 我 怎么了 杨生人 啊 你懂啊 懂啊 我懂了 小善 我妈都同意了 我们看电影去吧 不是刚看过吗 再看一杯无所谓的了 对吧 那好吧 那不约上金镜吗 不用了不用了 她现在很繁忙的 好啦 我虽然会叫你 那阿姨啊 那没什么事 我也先走了 不是啊 阿姨你要干什么 你这个小伙子啊 你一口一个阿姨 一口一个阿姨 你叫谁 阿姨啊 你 你是 我是音音的单身姐妹 我叫金静 可是大家都叫我 人间次月天 哦 我明白了 原来你们两个和气火来 在这儿骗小善哪 哎 我说你啊 好了 别说了 我知道 我不抽烟 不喝酒 不纹身 但我是个撒谎的坏女孩 行了 你走吧 不是 我说你 演得太好了吧 真的啊 刚才这老太太怎么演的 我完全没看出来 说来就来了呀 哎 你这么好玩的女孩 怎么会单身呢 我就是太好玩了呀 那你去参加那个 那个欢乐喜剧人呀 哦 你也看这个节目啊 我一直看的呀 不行不行 这个节目到后面都要哭的 你看我这个脸 我又哭不出来的了 哭出来吗 不好看了呀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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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肥胖 哭 哭 好呀 坐呀 哦 那个 那 Respect 啊 那那你一直单着身边的人吹不吹 催 我跟你讲催死了 还叫我什么大龄 什么圣 我不要听这些字眼 我告诉你 我们所有单身的女孩 都是仙女 都是人间四月天 小仙女 可不可以 给我你的微信 好啊 以后不要叫我小仙女了 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下凡了 一件曾经的网民 就是我的感觉只有你 只有你才能救我命 你只能想着付我小胆逼平 你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心 心情和声音真的 不论从作品 还是从他们自己的演绎上 都非常优秀 我觉得晶晶他的作品呢 是很生活化 大家是都可以 掌握得到他的点 所以你看他的表演 你会不自觉地嘴角就上扬 这个谁上都是被关掉了 布老师好 布老师好 好 人间四月天啊 谢谢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什么样的契机做了喜剧人啊 因为之前其实导演组 一直有来邀请我们 但我们呢也很怂 就说别别别 不用不用不用上不了上不了 但是我们当时听到那个导演 跟我们聊了一句话 怎么说的 他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喜剧人 从来没有 不能够不能够 别难过 他说我从来没有在跟选手 对的时候讲过我自己的家乡话 他就说很舒服 他说真的我们在上海做这个节目 上海台观众是很喜欢 但是没有再听到自己的声音 所以想希望你们两个人 能不能代表上 我们说哎呦我的天 这代表不了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希望站在这里 给我们自己的阿姨亚索 阿哥阿姐听一听 还有人在用你们的声音 讲你们的故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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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来我们看看后台的喜剧人 你们在哪里 你们要打起精神来啊 现在这个到了挑战的时候了啊 我就想向郭老师讨一个 我们占个便宜 对 要怎样 嗯 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 比到我们这儿呢 我们也是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对 后台呢有四组 凡场喜剧人都在熬熬带调我们 你知道吧 我们不想要等他们来调 我们想要一对一的摆头 我们指我点到你你就给我上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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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狠的人 胆子真的很大 很有勇气 第一个 挑战老人 还从来没有过 太残酷了 对 有种破釜沉舟的感觉 打算单挑谁啊 打算单挑谁啊 嗯 肯定你了 不能吧 张云雷你给我上来 哇 哇 哇 三大前方 真的假的 脸张云雷这不是往枪手我们撞吗 哈哈 哎 我现在脑子是蒙的 你确 确定让我上来啊 对 嗯 我们呢 真的非常喜欢你们 特别欣赏你们 二 我们上海女孩争个面子 输也要输得漂亮 我们要输给最强的人 打开 欢迎面语的上海客 心情很大 爱的爱的爱的上海人 我越看了你 哎 刘世音啊 马上要吃饭了啊 你不要再看你那个橘子了 好吧 你这辈子我跟你讲 你就吃不到甜的 妈 我就不信了我告诉你 啊 酸死了 你看看你看看 我们家啊 向来就是这么倒霉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了 来来来来 正好吃饭了啊 锅又坏了 这个锅我用了两个星期了 是差不多 我就没有用超过半个月的锅呀 但是你看一看啊 今天你们两个都已经倒露霉了 我还没有 你这也是蛮奇怪的 好 踏实了 踏实了 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 哎呀正好正好 吃饭了啊 吃饭吃饭了 来来来开饭了 看啊这个菜 哎呦 哎呦这个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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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庭成员 我想要宣布一下啊 我们家的霉运啊 就此到头了 怎么讲啊 我今天在路上 哎我捡到一个打火机 哦 你们知道打火机 意味着什么吗 什么 意味着我们家的幸运生活 马上就要开始 开始 开 使不了了呀 鼓励 鼓励鼓励 只要我们不放弃 一定会有好意气 哈哈哈 对不起啊 妈妈心态刚刚有点崩掉了 哎呦没有事没有事啊 今天爸爸呢 来分享一下我的小幸运啊 哈哈哈 你看今天爸爸捡到了什么 你看看 彩票 哦哦哦哦哦 相当着什么啊 嗯 相当着希望啊 是 你看中奖号码 0102 03 04 05 06 特殊号码07 鼓励 鼓励 鼓励鼓励 只要我们不放弃 一定会有好意气 哈哈哈 爸妈我有个好消息啊 不要讲了 浪费时间 吃饭 哈哈哈 我考上哈佛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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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鼓励 哈 哦 你看 哪 今年三十万 爸爸 你说 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家龙共龙共一塌瓜子只有十万块钱 这样好了 复读一年吧 爸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你也知道的 我这个情况 复读几年都是会考上哈佛的呀 你怎么这么笨啊 都复读一年了 怎么还能考上啊 好了呀 女儿没用 现在怎么办呢 做父母的一定要想想办法 是吧 这样 把房子卖了 钱给女儿去读书 同意的举手 耶 耶 就这么定了 把房子卖掉 给女儿上学 好 不是 爸妈 房子卖到你们住哪里呀 有爸爸的地方就有家 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 可怜 你可怜我吧 房子卖了我没地方吃饭 我饿呀 大妈 我不要你们这样呀 必须这样啊 真的 你现在呀就去找房产证 我马上给中介打电话 好吧 房产证 别走啊 别走啊 本地新闻 是房产局今日决定 将京安区宝山路街道56楼 纳入拆迁改造计划 根据拆迁政策 该地段住户将得到一比三点五的补偿住宅 同时给予百分之三十的补助津贴 据悉 此次拆迁改造 是为了配合上海未来十年发展规划 这是我们家的地址啊 就是静安区宝山路56楼啊 这是我们家吗 是我们家呀 静安区宝山路56楼啊 哎 这是我们家好了 再见 搞什么啊 电话费两毛钱搞掉了 对 看他现在还有多少钱 好 来来来 他说百分之多少是多少钱 来这 一百万 哎呦 太少了呀 那是 那我们有多大的房子呢 两室一厅 这么大 怎么住啊 哎呦 不行啊 十五万八真的不行啊 你给我加到二十万 够孩子上学我就卖掉了 哎呦 爸爸 搞什么啊 四毛钱搞掉了 一百万 一百万 十五万八都不要你 还有一百万啊 不是 我们家两室一厅 哎呦 你这不是在骗人吗 我们家一个开街哪里来的 两室一厅啊 老公 我们动签了 动什么 签 谁说的 电视上说的 你看那是我们家呀 对 谁 鼓励 鼓励鼓励 只要我们不放弃 终于有了好运气 来啊 我们来规划一下这一百万怎么花 首先拿出三十万给女儿上学 同意 同意 还有七十万 那我要给爸爸买辆车 同意 还有五十万 再给妈妈买双鞋 同意 同意 还有四十九万八 等一下 为什么我花二十万给你买车 你花两千块钱给我买鞋啊 哎呦 因为这个车是大家一起坐 鞋是你自己穿啊 不好意思啊 女儿马上就要出国了 这个车她是肯定坐不了 对吧 我现在有鞋了 我肯定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自己天天要自己走路 谁坐你的车 但是你自己哒哒哒哒哒哒 走这要多磨鞋啊 你坐车都好吧 我有鞋我抹鞋 我干嘛要坐你的车了 那你坐不坐车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跟我好什么吧 那我那车给我鞋给你穿 那怎么可以那个鞋那么小 我的脚这么大 你 你是给我穿小鞋是吗 你怎么能这样的 那不坐车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为什么呀 那我脚这么大 你给我穿小鞋可以吗 那就离婚好了 我想好了吗 你别碰我 你想好了吗 你别碰我 为什么我们流过这么多累 吃过这么多苦 最终我们的爱情被现实打败 因为你已经不是那个 生命的爱情被现实打败 生命的爱情被现实打败 清晨美丽白玫瑰了 你是给我穿小鞋的狗尾巴草 你爹地 从我们家走运了以后 就把我给抛弃了 老婆 Go away 没想到我的爹地 是这样的人 Bad Bad Daddy滚 我还能刷 桑天呐 原来这就是好事跟着的坏事 这笔钱不能要啊 好业 真的不能要啊 这个不能要啊 就对 你家里自己走 我跟你说家里分布 我吓坏了 我吓坏了 你说怎么办怎么办 那个钱不能要 这个钱要不要 我现在是 我现在这么丢ğı 我现在这么丢 camar东 mad 都在家呢 莫阿姨好 我来讲这件事情 是这样的 咱们社区有一个敬老院 那么军委会就想 给他们改善一下居住环境 所以问问大家 你们有人想捐款的呀 70万 70万 多少 70万 真的假的 莫阿姨 现在大家日子都好过了 我们也想回馈社会 对 这也太多了呀 不动不动 女儿去拿钱好了 钱 是这样你看 我们家的存款有10万块 这个先拿着 等这个拆迁款下来以后 你不用给我们了 直接从里面拿走60万 家的10万 70万 你拿走就好了 那不用了 我等不了了 这个拆迁要10年以后 到2029年了 我都退休了 这10万块已经足够了 我替老人 谢谢你们一家人 这是好人又好棒 我走了啊 她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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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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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那你说那个拆迁 是什么时候啊 10年后呀 2029年 这是个好日子 那我们家就这10万块钱 真的够了啊 够了够了 好人又好棒 我走了啊 David 吃饭吧 那我这个去认一下啊 甜的 甜的 真的假的 甜的 我还说对了呀 我们家好人又好棒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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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抱一个女子啊 我们家的这个希望之火点燃了 我们的好运气要来了 此要我们不放弃 此要我们不放弃 一定会有好运气 本期中奖号码 01 02 03 04 05 06 特殊号码 07 这三个演员在舞台上没有抢戏 如果没有很长时间的舞台剧的这种经验 是比较难达到默契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这一组人切入点都特别的与众不同 是为什么呢告诉我 因为其实我跟刘胜英很少在舞台上表达最后有一个会流眼泪或者感动的东西 她说这个我就想要这个底 然后呢我们当时就一直演我就觉得好 那个我演不了这个东西 最后在台上打火机打亮的那一刻 我看着那个光就觉得很像我们这一路走过来 就是只要我们不放弃一定会有好运气 大家也是 大家一定会有好运气的 还有很多有才的提友一直在关注你们 快去下载皮皮虾APP 看看大家得有什么神评论 哎 这个好 我也准备回去下一个报效社区APP皮皮虾的 耶 嘿嘿嘿 嘿嘿嘿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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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喽 喽 是一队来的吧 啊 是情侣吧 不是分手啦 分手好呀 什么爱情不爱情呢 我跟你说都是别人的 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人间四月天刚分手 别介意别介意 刘胜音 哦 我是不是失态了 我要回家 这是哪儿 这是他家楼下 我怎么走到了这儿呢 是不是老天爷的指引 不是你刚刚自己打车过来的呀 哦 我打车的 我告诉你 你这个样子啊 你就是过来找他求复合的 谁要跟他复合 谁要跟他复合 哎 有没有分过手 那种自由的感觉 那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我现在feel like a bird 我在空中我飞呀飞呀飞呀 我想飞回他的怀抱 你说他能答应我 你们这么多年感情了 你只要好好说 他肯定会答应的啊 所以啊 我求你来 你帮我跟他说好吧 不行不行 你们自己的事情 我插过什么呀 刘世音 啊 你我 我 我今天我 我没玩我 好好好 我陪你去 这是我李爸说的 我陪你去 你们大家都看我们笑话 看我看 手机拍 没见过三次了 转过去 到了 快走呀 不行 我不能进去 我 好了 我帮你看看他的口风 然后你再进来好吗 好 这什么呀 哎呦 你快进去呀 门没锁 你自己进来吧 江一啊 哎 你怎么来了 这不为了精进嘛 你们好好的干嘛分手啊 我也不想跟他分手 那是他提的 那你不能答应呀 吵来吵去的 话赶话就说到那了 那你说怎么办 小情侣呢 就是缺了一样东西 我告诉你 什么东西 看 什么意思 我给你一个台阶 你瞎不瞎 我给你一个台阶 你瞎不瞎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也给你一个东西 这什么意思啊 给你一个面子 哎呦 面子 哎我说下了啊 太懂事了 我告诉你啊 精进这两天在家天天哭哭哭哭哭 整个人都崩溃了 是吗 哎呀 谁崩溃了 谁啊 张一啊 你今天叫我来干嘛 我没叫你来啊 死鸭子嘴硬 行 你想明白你错哪了 你再来找我 好吧 我走了 你看 看看 我怎么走了呢 我不是要再原谅我吗 精进这个人就是好面子 你这面子 不应该给我 你把这面子给他就对了 而且你想啊 你那么帅 长得那么优秀 哎 你离开他 你疯狂就找到了 他那个样子 他可以找谁啊 我求求你了 你可怜可怜他 好不好 可怜谁啊 哎刘声音 你又把我叫进来干什么 我什么时候叫你过来 你不要劝了 我不会跟他和好的 这种人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先滚掉 你别碰我 我没碰你啊 我提醒你 好的谢谢 不客气 今天啊 大家欢聚一堂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这次为了什么分手啊 这次其实 凭什么你先说啊 那你先说 凭什么我先说啊 那你说谁先说 凭什么我说谁先说啊 你说 他要减肥 然后让我监督他 说不能喝可乐 不能吃炸鸡 重点是特意嘱咐我 不能吃晚饭 这不挺好的吗 挺好啊 嗯 当天晚上就分手了 为什么 他说我虐待他 不让他吃晚饭 张一燕 我减肥是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让你有面子 啊 你说我都为你减肥了 你凭什么不让我吃晚饭 你自己说了 你不能吃晚饭 那我后来还说我饿了呢 我不是给你吃了吗 那我不减肥了 你讲不讲道理啊 张一 我是来跟你谈恋爱的 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 你别拽我了 没有 一次又一次 我真的很累了 我再也不会回来 我今天出去 我就绝对不会回来了 行 金金你想好了 想好了你就走 好啊 蒋亦 你现在这么跟我说话 是不是 你是不是忘了我是你的小兔兔啦 爱开玩笑的小兔兔 金金 以后别老开这种玩笑 不好笑 那你还爱我吗 爱 那你还生我气吗 不生 那你要跟人家说什么 对不起 那你早说呀 短短三个字 只要说出口就能拥有我 对吧 搞了半天我都饿了 我饿了 我饿了 等一下 你不是减肥吗 那这个吃还是不吃啊 这么一个大男人一点主见都没有 我们到此为止了 啊 分手 我 我怎么又出来了 这垫子是真的用的 你怎么又出来了 我又跟他分手了 不是刚刚和好吗 我不知道 我最近变得好奇怪啊 为什么会这样 哎呀 你大不了就分手嘛 再找一个嘛 刘选一说实话 我这样 除了蒋亦我还能找谁呀 你说说的太可怜了吧 就让我发动大家给你找一个好吗 我给你介绍一个 你给我介绍一个 嗯 你早说呀 来 我全明白了真的 你什么 来你听听听听我说 蒋亦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们之间啊 的确存在问题 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 就是他 真的 嗯 就是刘选一 他今天来啊 根本没有想让我们和好 他刚还在门口说 要给我介绍新的男朋友 刘选一 我先先 你以后少跟他玩吧 他要跟我玩 你别跟他玩了 那我跟你玩 哦 不行 忠心的祝福你们 好了 那我就先走了 我也无所谓啊 你们开心就好 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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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们就算和好喽 嗯 你说 这都是我们第几次分手了呀 我们 分过手吗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 那我现在在想什么呢 你饿了 吃 你根本不需要减肥 你太瘦了 绝了 那我告诉你 前两天我饿晕了 我把你游戏账号给删掉了 就是那个你玩了八年的账号 金金太过分了 来呀 来呀 你生病了怎么不告诉我呢 好点没有 还有点晕 你坐一会儿 没事啊 等我 我去给你买药 好 别着急 一会儿就来 乖乖哈 他把我游戏账号删了 玩了八年的 太过分了 那你们不会又分手了吧 嗯 我就出来哭一会儿 可觉得金金也不对 他最近怎么变这样了 他以前不这样 不行 我们得跟他好好说一说 嗯 走 金金我跟蒋亦有话要跟你讲 好蒋亦你先说 药店关门了 我明天再去给你买药 告辞 我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不说呀 我也不知道 这问题严重了 金金是我最好的朋友 是你的女朋友 她如果这件事情不搞定的话 她以后会由我们苦头吃了 嗯 走不走 走 耶 金金我们又来了 我告诉你这次问题 真的严重 我说了多少次了 减肥归减肥 你碳水也是一定要吃 啊 凤子你就是要这样子的呀 啊 啊 是的 宝宝 宝宝 我以后一定让你吃好 那我以后也一定会吃饱 哇哦 这样的爱情真奇妙啊 那这次我错了 你会原谅我吗 没事儿 你错了 知道错改就好了 不停一下 蒋云 你真的觉得是我错了是吧 你这么快你接受来了是吧 来 不上去 我们没有完呢 好吧 别听她的啊 将目 将目 结束了 什么 来 不上去 不上去 结束了 结束了啊 怎么就结束了呢 啊 啊 来笑 曾靖啊 她是一个天才性的演员 她并不是专业学表演出身的 但是她很有光彩 我印象中 上海女孩都是挺嗲的 嗯 就像这么两个壮汉这样的 也是不得见啊 我们的嗲只对 该释放的人释放 我这个岁数已经接受不了这个了啊 你们是这第五季唯一的女喜剧人 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厉害 嗯 厉害不至于 但我觉得就是够痛快 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我们不会放弃 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标签贴在我们身上 是上海女孩还是女性喜剧演员 我们最想要做的还是自己高兴的东西 大家喜欢的东西 谢谢大家吧 嗯 谢谢 来 有请我们实时排名第二的金飞陈希到舞台上来 目前排名第二的是金飞陈希 金飞陈希的得票数是61票 接下来请公布金静刘胜英的投票结果 我们先恭喜金静刘胜英暂时脱险 金飞陈希的得票数是61票 金飞陈希的得票数是61票 对 金飞陈希的得票数是61票 我说来 我说来其实是跟自己比 重要的是拿得出对得起这个舞台的节目 对 我也希望大伙以后多多支持相声演员 张鹤伦 郎鹤岩 加油决赛拿出好节目来 好不好 谢谢 好嘞 虽然你们很一汉地离开了我们的舞台 我们都还带着你们带来的欢乐 这菜已经累积了477位现场观众的支持 妈妈 哎 妈妈就像太阳照着妈妈 那妈妈呢 妈妈就像你也拖着爸爸 那我呢 你就像春天盛开的花 哈哈 我们三个就是幸福相怀的一家 你们小两口啊 以后一定要互敬互爱 互助互恋 多理解 多尊重 多谦让 多包容 就像爸爸妈妈一样 这也太甜了吧 爸妈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去补个妆啊 去吧去吧 画得美美的 爸妈 太好了 孩子今天结婚啊 明天就去离 同意 他高考那年就要离 到现在都没离 有意思吗 你有意思吗 你啥意思啊 我没意思啊 你可真有意思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 昨天晚上你不睡觉 一直摆了我腿 你真有意思 哎 昨天晚上我们说好了一起直腿睡 你为什么要全腿睡 那直着腿睡 全着腿睡有什么区别呢 我朋友圈发了你没看吗 直着腿睡睡得好 全着腿睡睡不好 那我被控制住啊 那你的腿你怎么控制不住呢 我的腿我穿裙子 你看我还能控制呢 那我说我睡觉 我控制腿干啥呀我呀 所以你睡觉我给你摆你的腿啊 那你摆我腿我睡不着啊 那我摆你腿我还睡不着呢 那你也睡不着我也睡不着 你摆腿是为了睡着 咱俩都没睡着 你摆了腿干什么你摆了腿啊在这啊 你懂啊 你最懂了行 今天婚礼啊我不参与了好吧 你来弄好吧我走了 哎呀你呀你 你就是无理取闹 你刺谁啊 什么我刺谁啊 你刺你刺谁啊 我那是语气柱词 你咋还动嘴呢 怎么了你刺我我还不能回嘴啦 你要是这样 你试试 你今天敢跟我动嘴 你给我试试 爸妈 我今天我就动嘴了 那我还还嘴呢 爸妈 爸妈 你们两个是不是在吵架 没有 妈妈想跟妈妈在审个娃 太闹了 你妈跟你呀开玩笑呢 哈哈哈哈 我们三个就是幸福相爱的一家 我吓坏了 我一开门进来以为你们俩在吵架呢 怎么会 爸爸妈妈可甜蜜着呢 对我们可甜蜜了 甜蜜的呀 你妈昨天晚上还玩我腿呢 哈哈哈哈 爸这能说吗你说 我刚刚在外边听着 我说那边赶紧要开始了 然后我给你们拿点吃的啊 好好好 谢谢宝贝 谢谢宝贝 你别太累了 好嘞 爸妈 这就对了嘛 来你过来 你看啊 今天我穿绿色 你穿红色 红配绿 涂不涂 涂 涂你还穿 你知道我最喜欢绿色 我今天肯定要穿绿的 你非要穿个红的 你什么意思啊 那女儿结婚就得穿红的 那不显得喜庆吗 你说你绿 然后我也绿 咱俩跟俩黄瓜似的 坐在那儿好看吗 哈哈哈哈 你觉得我不好看了是吧 嗯 行 昨天晚上睡觉你跟我做对 我们穿衣服你也跟我做对 你出门你还跟我做对 我出门我跟你做什么对呢 你不跟我一起走 妈呀我还不跟你一起走呢 我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一起走向好春天啊 你怎么去的春天 有你这么去春天的吗 来 你看啊 我不想去春天 一二三走 你老撞我 这怎么去春天啊 那这样子怎么 到了春天 那目的是到春天 过程不重要啊 那你过去 你不要拿着给我滑出去了 我怎么到春天 那你滑不滑出去 我签就你一点 你怎么签就这么多年 我签就你 你来签就你给我签就 你看 怎么签就 我这垫个不如不就过来了 你怎么走路拿不拿开 我这垫不如不就送过来了吗 你怎么能给你 我这垫个不如不就送来了吗 你怎么办啊 A Z 老伯 你的舞蹈越来越消魂了 老伯 你腿打直的样子也真性感 爸妈 你们两个是不是在打架 没有 我跟你妈正在蹦恰恰 我们两个是不是有一点肉麻 有一点 我们三个就是幸福相爱的一家 我真是吓坏了 我一开门看到你俩这架手 我还以为你们俩在打架呢 怎么可能啊 宝贝 不会 不会的 我们在切磋五亿呢 你爸不见当年 哎呦 你妈棒棒的咧 你们俩要是这样子打架的话 我告诉你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了 什么 我出门我打车回家不结婚了 不行不行不行啊 行啊 我们很好的 很好的 好就好 零食放那了 你们等会吃啊 好好好 我先出去了 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吧 好好好 看我电视别忘了啊 看电视呢 真好 哈哈哈哈 哎呀 真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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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了这一轮呢 是欢乐喜剧人更为残酷的 这叫摩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不就想看那个欢乐喜剧人吗 每天守着盼着看你的梦中情人 你不就想看乌比吗 我看乌比干啥 乌比长得跟我似的 哎呀拉倒吧 长得多漂亮啊 那小伙子 就没见过那么顿子 那大长腿 从没心就粉刹了 哈哈哈哈哈哈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看欢乐喜剧人啊 不就是因为晶晶淘汰了吗 哎呦 淘汰那天哭的呀 说晶晶那么好 肤白貌美 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哎呀拉倒吧 我那是哭吗 我那是喜极而泣 知不知道 长这么丑 还能上电视 哎你不能说丑吧 哎你不能说丑吧 而且她已经不是小姑娘了 她都四十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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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长得更个蛤 你爸妈 你们俩就是在骗我是不是 不是不是 老婆你听我说 你们俩这吵架太明显了吧 没有 我们没有吵架 爸妈好着呢 连你们都吵架了 那还是爱情吗 我不结婚了 你们就没有爱情 就没有爱情 我告诉你 行了行了 你还哄的干啥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那谁告诉你 爱情就一定是你浓我浓的 那打打骂骂 这不也是爱情的一部分吗 哎呀宝贝 我妈妈知道你哦 今天结婚 我们都不想影响你心情 但爱情真的就是这样 我跟你爸呀 打打骂骂一辈子了 还好真的 我跟你说 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 妈打得比这还厉害呢 对呀 我一结婚就来吵 你不知道啊 那个是不行吧 赶紧点听话 来来来来 马上来啊 来了来了啊 你妈结婚的时候 脾气老大 哎呀我给你一块儿 根本就不听我 我给你一块儿 根本就不听我了 我给你一块儿 你怕那个时候 各位亲朋好友 新人的婚礼即将开始 怎么回事啊 能不能好好走呢 你老撞我老撞我 不是我紧张嘛 我第一回没什么经验 下回就好了 那你直接下回吧 我回家了 这不是不是 我这不是紧张嘛 你说 我们俩连路都走不好 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 不是咱爸妈不都说了吗 要互相体谅 互相尊重 互相谦让 互相包容 对 你说 这个磕磕撞撞的不重要 最重要的 不是一辈子吗 你说 我们俩能把日子给过好吗 肯定能 以后 以后我都听你的 快点吧 婚礼要开始了 朋友们 下面掌声有请 一对新人 闪亮登场 好 感谢组织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以后一定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 一起走向好春天 发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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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他们带来这个作品呢 就是一个轻松喜剧 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更喜欢 听说上次我把你们组合在一起 你们还记恨我的是吗 是的 有 不是 到底怎么了 哎呀 哎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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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 你的真言错的真好 你的胆大都无以为薄 从此我们有了依靠 我们四个就是幸福相爱的一家 一定给你们捡下来上传的那个皮皮虾社区去啊 好 谢谢谢谢 哎 报效社区皮皮虾APP 看看大伙儿都有什么神评论啊 好 这个你们三位属于是新生代喜剧人啊 嗯 这么一个组合出现在我们的半决赛上 你们自己怎么看呢 因为之前跟比哥就认识嘛 然后我们一起做节目 等于我和刘声音刚出道就是比哥带着我们 你终于说实话了 然后因为前几次我们比赛都特别的紧张 在后台都要吐了 然后这一次我们比赛因为有比哥在 然后我们就和饭吃了两碗 然后现在都打嗝呢 真的啊 就脏肚子了 好厉害啊 走到这一步还有什么目标没有 有 希望能做更多好的作品吧 因为这一期的作品呢 我觉得也比较贴合这个主题就是 深入生活认真搞笑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的目的吧 嗯 是 好吧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吴比他们这一组人的最终票数 321 请公布 恭喜你们 谢谢人 à